去年下半年席卷台湾的复兴祷告运动 基督教牧者训练协会 及国际祷告学院杨道诺牧师 走访全台北中南东联导会 22场聚集下来 吸引超过1万人 350间教会参加 众人也宣告疫情下的台湾 要建立1万个复兴祷告小组 经历圣灵更新 而在这半年 各地奉主的名两三人聚集 宛如圣经中 马可楼的祷告小组 也快速建立起来 累积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 好像如鹰展翅上腾 你们知道那个上升气流来的时候 其实老鹰只要摊开他的翅膀就好 他就可以展翅上腾 我觉得今年好 好蒙恩 甚至我们有一些新朋友来参加我们RPG 就非常的感动 所以今年是我们 我们牧区受洗达成率最高的一年 最先开始在主日及大小祷告聚会中 加入RPG时段的宜兰礼拜堂 让弟兄姐妹从七次的感恩开始 以主导文带领大家祷告 几个月下来整个教会接着祷告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深 很多奇妙的见证 职场的见证 家庭的见证 社区的见证 很多很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 就这样子的冒出来 甚至于我们连在办遇见神营会 都比以前更清神 我发现好像我不太用力 需要用力去推祷告这件事 因为弟兄姐妹他们自动自发 愿意去祷告 那这个是我最感恩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台南高雄牧者也兴奋地提到 RPG祷告运动 让大家更能同心合一 关系更加紧密 我们很渴慕 能够看见长老教会 能够因着祷告的火点燃 也能够使教会复兴起来 透过祷告塔的运作 让我们更聚集更多 愿意被呼召的人来 那领受到 真的要相信祷告的力量 所以祷告本身就是个神迹 对我们来说就是 一鱼三吃 然后三股合成的力量 祷告推动传福音 祷告推动牧养跟建造 这在整个教会里面 也在城市当中 那我们跟上一代连结 我们中生代连结 我们正在带领下一代 所以我们这几堆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就是紧紧跟随上一代 然后我们关系不断的连结 也紧紧带领下一代 所以我们现在各城市 找到神所良给我们的窗口 我们相信在台南的 这个团队里面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我们的同心合一跟喜乐 就是一个见证 RPG祷告运动 也带领台东牧者 在牧养及传福音动力上 奋心前进 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 唯有离开孤儿的心 我们才能够更进入 在祷告的水流里面 我们有信心站在 那个复兴祷告的行列当中 所以我觉得台东 虽然以外在条件 看起来我们是最小的 但我们很乐意 看见我们都跟国度的家人 站在这复兴的行列里面 所以我们台东的牧者 我们要说我们台东 我们骄傲 许多城市也正展开RPG运动 借着祷告与生活合一 上帝的国才能真正降临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整理报道